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技术封锁吧 这是一个对当今全球化技术时代缺换一个了解的一个组维 美国是一个科学创新的大国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他引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而且创造了直到了几十年来的技术地位 我记得三十年以前 这个胡平先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是讲到 中国有四大块发明 但是你现在看看当今世界的发明 百分之八十都是来自于美国 我三十年以前胡平先生就讲过这样一个话 那么三十年之后呢 情况就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了 就是中国制造业的提升 对技术的这个要求变得非常的图切 变得非常的敏感 也几乎呢 称制了中国的国家最重要的这个力量 中国这个国家体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体制 就是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这个不仅是干了党 也是前民的一种共识 要能够赶上西方啊 主要是靠科学技术的这样一个推动 所以从来在中国的各个体系里面 科学家 工通师是特别受到增进和重视 甚至在大学里面 如果你是个理工科大学的教授 或者是系主人 你在学史上没有这个成就 是很难得到这个大家的这个认可 虽然党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中共的决策体系里面 尤其是中共的最高层 基本上长期以来是由技术官僚 现在慢慢已经不仅是技术官僚了 进入了科学家的这么一个体制 那么这种体制呢 从上到下 从决策 战略到实际应用 都形成了中国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技术的推动 经过了几十年的演变 实际上在新的技术的时代 四十年大家想象的是西方大来的一个新技术的浪潮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即是真正的新技术的浪潮的中心是在中国 而不是在西方 中国的农民没有用过电话 但是他们首先的第一部电话呢 是这个手机 中国人没有这个报纸的言论自由 但是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表现出 大家有更广泛的这种自由度和交换的人际的关系 中国人的这个环境污染是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之一 但是中国人的新能源是全世界的绝对的地位 今天在新能源的领域里面 中国占了这个不可挑战的地位 比如说光复产业在全球占了百分之九十 那么另外几个主导性的产业的挑战 基因工程啊 人工智能啊 半导体啊 生物工程啊 中国的优势都非常的明显 一个是国家的重视战略的春鞋 还有是它有强烈的市场的这个需求 而且有失贯到全球的这种能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个靠国防科技推动科技进步的美国 和一个靠这个十一时的自由吸引人才的一个美国 一个靠这个私营企业的发展推动的科技的美国 在这个时候它的优势就慢慢在降低 而不是在强化 因为它没有进行一个升级性的一个科技创新系统 而中国是进行了一个颠覆性的科技创新的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来看到今天 只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危机 政治的冲突 大家的怨恨 没有看到中国实际上已经是新技术浪潮的一个中心 而且是一个主导者 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最恐慌的 最担忧的 所以当华为这个事情出现之后 华盛顿是蛮紧张的 但是我看到了郑开明的反应就是说 要采取更苛刻的手段 更严厉的手段是阻短中国的拉到美国的这个芯片 但是芯片几乎已经是成为了美国的最后一张王牌 但是芯片本身是一个工艺 它是一个精致化的一个集体的 是一个高度的一个合作精神的一个产物 有时候它需要任期 有时候它需要时间 但是有时候它也需要技巧 有时候也不像大家讲的那么严重 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产品需要的芯片 并不是那么的高精端 尤其是美国讲的所谓的 让高精端的芯片制约中国的军事发展 完全是搞错了 军事科技恰恰在一般的这个使用范围之内 它几乎都不是高精端的 而是使用常规型的 已经可以证明没什么它的问题的 所以这个技术的封锁 是美国打击中国的最有实力的一张牌 但是这张牌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效应是 你真正实行了封锁以后 是全球化的半导体的产业 可能会出现重新的改变 那就是你高通也好 英伟达也好 你的三分之一的市场 二分之一的市场 需要到另外一个国家拉到 如果拉不到的话 死在来可能不是华为 死在来可能是你高通和英伟达 所以这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而这个话题 我们的很多的网友 我们的很多的朋友 有一个误解 认为了美国的新技术的主导地位 是不可动摇的 其实错了 真正的新技术的主导 已经是在中国 而不是在美国 而美国能够控制中国的 其实只有一张王牌 就是芯片 而芯片的广泛的使用和应用 它不具有真正的封锁的可能性 而在高阶段的这个芯片 一旦中国真的是 它运气比较好 它头部的话 那美国就没有王牌了 好 谢谢 古阳教授 你的看法 来 和平刚才提到的 这个中国的技术 现在慢慢的在超越美国 华盛林邮报提到的 显然看得出来这个美国的制裁 没有办法封锁 这个这个关键的 中国取得关键材料的 关键这个器材的这种管道 你看法怎么样 古阳中 你卖过我没有开 卖过我没有开 这次这个 可以吗 可以 现在听得到 这次这个华为 推出这个MAT660 可以说是晴天一霹雳 震惊全球 而且呢 对于美国的这个 封锁中国的科技 输出可以说是 涨了一巴掌 当然这一巴掌呢 可不可以 警醒美国 还是让美国 反击更大的一巴掌 来 二字中国的科技 那么这个目前来讲 还没有完全明朗化 因为MAT660 现在只是一个 初步拔拆检来看 而没办法 对他做彻底的研究 美国的这个 国家安全顾问 他也承认 我们对他了解有限 我们必须做一个 精密的检测之后 才能够看出问题的所在 以及决定下一步 要何去何走 因为这一次之所以 华为呢 他经过四年多 被美国这个封锁之后 他晴天一霹雳 最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 叫做 麒麟9000S 这样的一个晶片的研发 已经到达五级的水平了 也就是今天他这个 网速 他速度 可以说是已经 不下于苹果了 那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跃进 而且同时很重要 就是说 中芯半导体 可能是用七米米的技术 七奈米的技术 给他制造这个晶片 那么这个是美国积极要扼杀的这个 中国的晶片制造的一个能量 那么这个能量呢 他当然还跟台湾的台积电 还有相当大的 甚至一个世代的一个差距 但是呢 他今天居然可以做到这个水平 也是美国呢 他扼杀中国的高端晶片制造 一个落空 就是说你想达到效果达不到 你就像说一个 一个一条兔子 他向前奔跑 你想抓住他 结果呢 被他逃脱掉了 他要继续向前跑 所以这个今天就是美国最错愕的一点 也就是美国现在必须去检讨 你的扼杀中国的科技 是太严还是太不严 你可以说太不严 让他有漏洞可以钻 你也可以说是太严 太严逼他到走投无路之后 必须用举国体制 用一切的资源 用一切资金的投入 来发展 来 你被 你扼杀他的科技 他必须做这个研发 所以这个美国当时这个 有很多学者专家就讲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的卡模式 可以得利于一时 但长久而言 是必大于利 也就是美国所受到损害 会更大 这是有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逼中国自主研发 要突破你的科技卡模式 他就是必须自立自强 那么这个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 那么自立自强的方法 就是一个资源大量的投力 人力的一个投入 还有非常重要就是 用各种叫 弯道超车的方法 也就是不走一般正规的路 另辟蹊径 用别的方法 用别的研发 用别的产品 来解救原来产品的弱势 你比如说以前的汽车 中国的汽车制造 比美国、日本、德国差远 可是它绕道 或者是它弯道超车之后 它用电动车 然后现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电动车出口国 那美国、日本跟这个德国 尤其日本跟德国 汽车制造业 原来是不可一世的 现在就被中国超越了 所以这个是用弯道超车的方法 另辟蹊径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中国有很多的这个资源 被充分地利用 比如说我们讲 中国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晶片 使用在什么地方呢 使用在运算那种计算 就是那个 量子计算 云端科技计算 那么它现在用种种的方法 整合起来 让它科技上可以突破 那么所以说今天 美国呢 它可能对中国打压了太厉害 逼迫中国在走投 无路之后 弯道超车 另辟蹊径 创造出一个新的 产品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 美国这个当然是 非常有挫败感 而且备受各方指责 美国众议院已经 二三十的市场 那你现在不能输出之后 那么你的这个 获益就减少 获益减少 就是让你的研发金费 也必须减少 研发金费减少 就让你的进步更缓慢 也就是会让中国赶超 赶过你 超过你 可能更快 所以现在美国 变成一个两蛮 重也不是 轻也不是 短期获利可以算机 但长期呢 长期究竟是有害 还是有利 就无法算 你充满不确定性 所以这次华为的突破 应该是美中关系史上 科技管制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大事情 申明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华为手机上心 这个事情 对全球未来半导体供应链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科技的事我不大懂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 华为这个新手机出来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美国对中国科技上的打压 就是似乎美国的国家 毕竟历过太短 就两百多年 很多中国传统的那些智慧呢 他没有 比如说 为师必切 就是要留一个口 比如说那穷寇勿追 这一段他都不懂 这个国家从来他没有亡过国 中国是亡过很多次 就历史可能比美国要长十倍 他有太多的这种古老的智慧和想法 就是要是中国的话呢 大概他就不会 去这样去对付自己的对手 就美国这样围堵的结果呢 现在已经看到了 其实他就是逼出了一个呢 一个科技的怪物或者一个科技大国 他走的路呢跟美国不一样 这条路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 本来中国是很想取巧的 就是所谓的亚当斯密的也好 就是那种比较优势吧 你发展你的优势 我发展我的优势 在劣势方面的大家相互交换 这样呢是一种经济上最有效的做法 就人们也就不久以前还在讲呢 世界经济实际上是一体化 是全球化的过程 而且是不肯逆的 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呢 恰恰相反 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逆全球化的过程 就双方都在做一些损人又不利的 积极的事儿 从贸易战开始到现在的科技战 包括呢正在进行的金融战等等吧 就都是本着那种的自己饿死 也不让对手长胖的精神 在那对付自己的对手 这个逆全球化过程 应该说是主要的是美国开始的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老大呢不愿意让老二呢 串长夺权 所以呢就用了一切方式 当然开始的时候还找得到一些理由 比如说偷窃啊如何如何 后来就没有理由了 我开始的时候呢对中国的一些 还有国家安全 那现在其实也就不用国家安全了 就反正你这样做就不行 我就不让你这样做 其结果会怎么样呢 就科技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封锁不住的 只是个时间而已 就你把人逼急了 他真的就会从不是从哪就跳出来 就原子弹也是一个例子嘛 美国当时以为他可以弄弄的原子弹 实际上苏联很快就有了 中国也很快就有了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 这次这个中国华为推出这个新的手机 那当然中国在这个芯片技术上是有突破 美国方面的这个封锁 他的成效是相对有限的 其实这反映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中国本来你以举国之力 是吧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 你在高科技方面去追赶 这个当然是可以利用这个优势 是能够取得突破的 人们因为人们所谈的一些说这个自由国家 自由民主制度在科技方面发展的优势 那主要是指的那些新的方面新的领域 也就指那纯粹的发明创造 那么这个自由国家就有它的优势 所以记得当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中国刚刚进去改革开放 当时就非常重视科学了 当时共产党的政府提的口号 就是要公关 当时很流行的口号公关 那个时候杨振宁就跑来说 说科学技术你不能搞公关 公关解决不了问题 他说美国西方这些重大的科学 这个革新创造都不是靠公关搞出来的 公关意思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就是把一个光合攻下来 就集中你的优势力量 那确实是如此 因为你真正的发明创造 之所以叫发明创造 就是说它是未知的 它事先是未知的 人们事先不知道 或者哪一个领域的哪一个方面 以哪一种方式有突破 这不可能知道 你要都知道了 那就已经都有 那你就都已经在发明创造了 那轮不着别人 你怎么去断言 明天会有什么新的发明创造呢 当然不可能断言 如果你今天就能够预言出 明天会有在某个领域里头 会有真正的发明创造 那么那个发明创造 就不是明天别人的发明创造 而成了你今天你的发明创造了 所以真正的发明创造 必然是不可预见的 因此就不可能集中力量去公关的 他只有靠一个科学家各自 他自己在那摸索摸出来的 所以在这方面而言 你政府要靠你集中你的力量办大事 用这种方式 你在这方面是不能取得突破的 但是对于你已经取得了成就的 新的科学成就 因为他结果摆在那了 那你就知道朝哪方去努力 那你就有可能赶上来的这种可能性 你这芯片又不是新东西 早就发明出来了 别人都已经有了 就像原子弹的似的 你这些国家 你未必能够最早提出制造原子弹的 提出制造原子弹 甚至你更不能最早提出 关于这方面的这种设想 科学的设想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不能绝对排斥了 比较小 但是当别人已经造出原子弹来了 你跟着去学 你动用你的所有力量去模仿 哪怕对方封锁技术 那你靠你的自力更生也是有希望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题是有解的 你下功夫就是了 你投入大的力量 你的人有部分 当然有可能去赶上来的 所以你现在我们所谈到这些高科技高技 都是已经有出现的高科学高技术 在这方面呢 你中国政府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 当然是有可能赶上来 这个不是 而这个呢 确实在实际的生活中 尤其是在一些经济的发展中 它的作用更大一些 但是呢 你在真正的发明创造这一方面 那确实你这种专制制度 你这种高度一元化的这种制度 那是不利 是比较来说是比较不利的 而在这方面呢 西方仍然保有它的一些优势 也就是在真正的发明创造方面 我们确实没有看到 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成就 但是在别人已经有了 已经取得了的一些新的科学发明 新的科学技术上 中国可以很迅速的赶上来 这方面的力量 我觉得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从这个事情一出了呢 大家可以想象的 西方当然他也知道 他在这方面 包括在芯片技术的 他们封锁的力量是有限的 当然肯定他们还会继续想着去封锁 尽可能去至少去延缓 中国在这方面的赶上来的这种速度 他这种双方的这种 互相的争斗 我想他是不会结束 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头 所谓某种脱钩 出于自身安全自身利益的考虑 某种脱钩 这种情况肯定是会存在的 但是他的效果呢 当然是有限的 它是相当有限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你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国家 他当然都在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道理很 原来我们都讲过很多遍 包括秦辉教授也早就讲过 他觉得你迟早 当时美国还没有想到要逆全球化呢 那我们就提出来 你肯定会走到这一步的 你肯定会走到贸易保护股上来的 因为在这种全球化的这种过程中间 你会发现你是吃亏的嘛 你当然不愿意了 你因为你现在 现在的全球化和当年李家图时代的全球化不一样 那年他的全球化 在和19世纪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 19世纪的全球化就是交换商品的 那时候就是在买卖商品 你现在是把整个厂子都搬过去了 你的资金你的技术都跑到别人那去了 那当然就可能削弱你自己的力量了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所以你这么一道头来 他必然会出现这些发达国家 他会倒过来 不像过去那个样子 过去他曾经是大力鼓吹这个贸易的自由化 大力鼓吹经济的全球化 现在是他们自己要退缩 要在这方面加以改变 但是第一 你现在提改变已经比较晚了 有一些事情你改不过来了 尤其是制造有很多方面 已经造成某种很大成分互相依赖了 你就不可能想 我就想了 你川普一上台就提出要 让美国再次伟大 要大家买美国货 护美国人 大家 你怎么做得到呢 你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啊 那当老板呢 他哪个地方的劳动力便宜 他就会在哪投资嘛 你美国劳动力这么便宜 如果同样的东西 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同样品质的劳动力 但是更廉价的多 他当然会到美国 中国去办厂了 另外买商品也是啊 美国人同样的商品质的商品 如果Made in 签量的更便宜 那美国老百姓他不会出于爱国主义 他就不去买中国 他一样会去买的呀 而且现在已经造成了在很多领域里头 中国的产品他要具有这种价格的优势 而且中国有那么大个市场 所以他都使得你要脱钩变得就是 技术上都不太可能 他只是在高科技领域里头 他这种互相的这种数据 堡垒互相这种事情 他他肯定还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那基本上这种情况就会 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情况 还会这么持续下去 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 包括技术方面的交流 从大的方面来说 他是不可能停止的 也不可能逆转的 但是在局部的 在尤其涉及的一些某些领域的 这种脱钩 或者叫所谓去风险 他也是 是在这个世代必然的 他基本是这么个状况 OK 这个台湾华为的这个手机上新的 不过跟陈如刚才的国家教授提到的 包括电动车 如果美国一旦开放 我想对美国的这个特斯拉等 这个电动车产业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